那时候你为什么不阻拦他一下 阻拦 阻拦就要他命了 强势的不是一点慢点 第一 自尊心太强 再一个就是大姐大那个面 总觉得高高在上 谁的话 任何人的话听不尽心 太强势了 中间要说那个什么 中间又处了一个儿子 还保送了清欢 这多好 不是啊 那自己不是更那个什么了 更疯狂了 更牛了 谁再说嘛 你想想这个人 谁的话都根本这个 你要是听 你出了场 说实话我还不愿意抬什么杠 所以你才去开饭店了 不是 他哥也在公司 再一个还有事 他弟也在公司 底线只通通到顶 最少得四米五 我说家里边那么多沙发 你看客厅里边 有整个钥匙呢 你能给我拿钥匙啊 一直等于也没拿 一直拖拖拖 等于那会大概应该是 过来也就是有半个月左右吧 我眼球就让他给打掉了 我这个眼珠都封过三四针 为什么呀 这个眼球打掉了 眼球打掉了 眼球 眼珠都掉了 我想去公司 实际上作为我内心 我是想吓唬他 我说去那个公司里边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要是再不回来 把张给我 我说我就找撬锁公司的 给你撬了门 我还真打了个电话 把撬锁了去了 结果他哥在那儿呢 他哥在公司 就说文莫你干嘛呀 我说我把锁子给他撬了 我拿把掌拿了 我说你别再热点的事怎么办 这个盖章那个盖章 结果他哥说 他说你现在别撬了 他说昨天晚上 我拿碗把他汽车的玻璃砸了 他哥砸他的车 对 我说为什么 他应该说因为公司的事 然后我后边待了没有 大概有十多分钟吧 他气势汹汹的 就灯就进门了 后边跟了三个小伙子 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司机 还有一个在我这个饭店 刚开的时候 他应安过一个烤腰串了 然后后边那个我没有见过 当时进去以后 我就在里边 我在屋里边 他说他们俩那个位置吧 我就指的你 就说他们这大平就是门口了 我就问你 我说他们俩是谁 让他们处境 挺见了吧 我就说 然后不听 我手里边那会喝矿泉水 大概剩的有这么多类 那个什么 我慌了家伙就得过去了 然后三个人里边上来 俩人踢了铺路 两下就 我这眼瞬间就看不见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还绞郎 我这儿就看不见了 那请不吓我 只能够感到